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 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八九十 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长 阿佩阿旺静美同志的遗体 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阿佩阿旺静美同志 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 十六时五时分在北京逝世 向28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专严肃 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悟 阿佩阿旺静美同志 横幅下方是阿佩阿旺静美同志的遗像 阿佩阿旺静美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脆白丛中 上午九时许 胡锦涛 阿佩静美同志的遗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江泽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贺国强 周永康 王刚 郭伯雄 李瑞环 李兰青 罗干 何勇 令计划等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阿佩阿望静美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莫哀 向阿佩阿望静美同志的遗体三聚功 并与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阿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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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美同志并重起见和事事后 胡锦涂 胡锦涛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周永康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获通各种形式对阿佩阿望静美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阿佩阿望静美同志的生前友好 家乡代表和事业前往送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